目前被指控派兵到俄羅斯參加戰鬥任務的北韓 領導人金正恩他又有了新的動作 根據大陸官媒央視以及韓聯社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出席國防國家安全發展展覽會的時候 表示朝鮮半島核戰一觸即發 先來看一段戰機呼嘯而過的畫面 金正恩在演說中表示朝鮮半島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危險尖銳的對峙 而目前情勢其實並不是北韓造成的 北韓已經在和美國的協商中盡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美方為了施壓不斷擴大核軍事投謀 在朝鮮半島出動戰略武器 而金正恩警告這些舉動可能會引發核戰爭 另外金正恩參觀了國防展覽 展示了包括洲際彈道導彈高超音速導彈以及無人機等武器